中央研究於南部婚姻的第二季工廳 正在推動當中 其中研究大樓和中學大樓的重量電力 上有邀請總統蔡英文請主告到見證 落款留念 請理身地比 顧曼可以開始慢慢升起 本工程能夠如期完工 讓國家級的研發能量 能夠蒸蒸日上 總統表示 三輪列連科學生是以重要的政見 對立空一六年九年以來 每一年都來幾個禮 也讓無聊七宮敢是要選三輪庫長 總統在台中央研究院 剛才協助政府搭載量子國家隊 也因應立空五空年 整年白紅的目標 希望在我們走向2050 近年排放的這條路上 我們所需要的基礎科學研究 或者是應用科學研究 我們都希望中研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已經把這項工作交給中研院 還有工研院 還有我們的科技部 三個單位共組 未來走向2050 所有的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 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 我們的中研院 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科技發展的重鎮 能夠挑起這個下一個世代 我們能源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經過中央研究的表現 是南部本營的基礎 民舊7.3公斤分改動開發 第一期研究大樓都落實進出 這次日基工廷中醫量子電腦科技 為何我們要發展量子科技 第一點 過去幾十年來 已經宣告量子2.0世紀的來臨 將進一步利用量子物理的特性 譬如說量子疊加量子糾纏 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應用領域 第二點 世界科技大國 已經競相投資量子科技 全球目前已經投入超過6800億元的研發經費 而且不斷的加碼當中 預期十年內會有突破性的進展 超越現今電腦的所有的運算能力 未來將開創IT產業的下一波革命 我們現在不做 將來會後悔 將來電腦中包括市長文威鐵 李維丹天輝 臨近跟王殿武上人都交到參加 該日基工廷五個年代完工 一百十二年完成量子試驗室 再來新聞關注何喬峰 蔡英文博德